之前我们已经创建并修改好了我们的头部导航模块 接下来我们将要对我们的Recipes食谱模块进行操作 而在Recipes食谱模块下面 我们会有我们的Recipes List列表 Recipes Detail详情 以及我们Recipes单个的内容Item 不管是我们的列表详情等操作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 如果同学对我们之前MVC层次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MVC是一种开发的模式 M层代表了我们的Model数据模型 C层是我们的Controller控制层 而我们的Fill层也就是我们的视图层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前端页面显示的内容HTML 有了我们的Compromise.ts业务逻辑处理 那么我们的数据层在哪里呢 接下来我们在Recipes下面新建一个文件 Recipes.model.ts数据模型 我们创建一个类 声明几个变量 我们声明的三个变量 一个是我们的Name名称 第二个是我们的Dispression描述 第三个是我们的Image Path 我们的图片路径 我们在构造器里面进行一个参数的传递 我们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将 Listbase这一个数据模型给定义好了 但是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数据模型 和我们的模板页面组件进行一个结合呢 我们将在下一个课程里面进行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